混沌剑神 第3913章 激烈争夺 摩天界 那一道映照整个世界的绝强剑气已经消失不见 就连虚空中裂开的门户也重新闭合 从里面逃逸出来的剑道种子 则是化作一道流光 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在摩天界的山顶区域四处乱窜 躲避那些先尊的追捕 在剑道种子后方 追击的先尊敬老祖是越来越多 并且途中不时还有人加入进来 所有人都是目光炙热 对剑道种子抱着一股志在必得之心 你们这些先尊敬义重天的来凑什么热闹 就算你们得到了剑道种子又如何 有能力保得住吗 先尊敬义重天的道友还是放弃吧 这剑道种子注定与你们无缘了 呸 休想 匡骗我等 剑道种子可不是实力强就能得到的 得看机缘 若是浮原深厚 哪怕只有先帝尽修为 也照样能得到玉山老人 你掌握的又不是剑道法则 怎么也追着剑道种子不放 你就算拿到了剑道种子又有何用 哈哈 老夫不长剑道 也没有想过要掌握剑道法则 这剑道种子对老夫来说的确无用 但老夫已经答应了听其居士 祝他夺得剑道种子后方追击的先尊们 也是不时地争吵几句 但都毫不影响他们对剑道种子的追逐之心 就在这时 一层透明的光幕从大地上升腾而起 就宛如形成了一个大碗似的倒扣在地上 将前方逃窜地剑道种子罩了进去 这是一座强大的神级阵法 不过它显然与寻常大阵大为不同 当剑道种子陷入此阵中时 其灵会仿佛被瞬间压制 变得呆板了起来 离地三尺 漂浮在半空中 一动不动 这是锁灵神阵 锁灵神阵 专门克制世间的一切灵体和灵物 能极大的压制对方的灵性 使其变得浑浑噩噩 锁灵神阵的等阶极高 哪怕是一些修为真治先尊境后期的巅峰强者 都不一定布置得出 流传于世间的锁灵神阵 大多都是由一些治强者炼制出的阵盘不好 见到种子被锁灵神阵给困住了 请客间 后方追击的先尊便来到锁灵神阵跟前 一个个面色难看 瘦 在锁灵神阵后方 一阵轻呆声传来 只见玄灵上人浑身气息攀升 澎湃的修为之力滚滚流动 他手中硬绝飞速变幻 一块块阵盘从地面上飞起 旋即就见困住见到种子的锁灵神阵 开始飞快收缩 一路追击而来的先尊 自然不愿眼睁睁地看着玄灵上人 将剑到种子给收走 只见一道剑光的剑光划破长空 顷刻间便展在锁灵神阵上 另得此阵的光幕一阵颤抖 锁灵神阵的等级是很高 但它毕竟不是防御类阵法 同样也不是攻击类阵法 只是一种用来压制灵性的特殊大阵 所以在承受了一名 先尊敬二重天的一击后 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晃动 见到种子已经被老夫捕获 诸位 你们这是要从老夫手中 抢夺见到种子吗 玄灵上人面色一沉 先尊敬四重天的修为之力 瞬间爆发 顿时给一些低阶先尊 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玄灵上人 你可不要以施压人 只要没有将见到种子炼化 那任何人都可争夺 那名出手攻击锁灵神阵的先尊 朗声笑道 没有丝毫畏惧之色 说着便手持上品神剑 挥洒出一道炫目的剑气 再次打在锁灵神阵上 有人带头 后面的人也纷纷抛开了心中的顾虑 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锁灵神阵 玄灵上人的境界 的确比眼前这些先尊要高出一截 可同样的 也没有谁会担心 过于得罪玄灵上人 就放弃眼前的机缘 机缘在前 别说是玄灵上人身后的灵觉天宫 纵然是比灵觉天宫 更强的背景出现在此 也骄不灭众人对剑道种子的炙热之心 放肆 你们这可是 在于我们灵觉天宫为敌 玄灵上人勃然大怒 他身上气势冲天 随着其手掌虚空一握 上品神器会云神剑 立即出现在手中 然后全力挥出一道惊天剑气 朝着一群仙尊斩了过去 顿时 剑光滔滔 宛若汹涌奔腾的江河 带着一往无前之事 杀向前方 这一击 玄灵上人没有丝毫留守 蕴含着四重天之力的强大剑气 令对面一些一重天的仙尊 面色大变 一道剑气 令众多仙尊敬一重天的老祖 都感到无比窒息 哈哈 只要能夺得剑道种子 就算与你们灵觉天宫为敌又如何 莫非还真当你们灵觉天宫是十二天庭吗 人群中 一名身穿素衣的男子哈哈大笑 他手持战毛 随着双手挥舞 顿时又阵阵毁灭气息爆发而出 直接朝着玄灵上人的剑气斩了过去 他的实力固然不如玄灵上人 但也真至仙尊敬三重天之境 与此同时 多名仙尊敬二重天也同时出手 全部攻向玄灵上人 一时间双方爆发出激烈冲突 玄灵上人遭受到众多仙尊的围攻 纵然是他的境界在摩天界内能力压群雄 但也架不住人多 一名仙尊敬三重天 外加众多二重天强者 使得玄灵上人瞬间就落入了下风 陷入了被动局面 玄灵道友 我来助你 之前一直跟随在玄灵上人身边的黑风老祖 从远处飞掠而来 然而还不等他靠近 一柄巨大的绽毛便破空而来 带着一股三重天之威 毫不留情地刺向黑风老祖 哄 只听得一声闷响 黑风老祖被一击打飞了出去 赤火呢 他怎么还没过来 玄灵上人发出怒吓 咔嚓 突然 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 只见锁灵神阵 在众多仙尊的围攻下 终于破裂开来 所有阵盘一下子变得光芒暗淡起来 洒落四周 而后 所有仙尊一窝蜂的 全部扑向剑道种子 神通秘数接连不断 层层叠叠地打在剑道种子周围 混沌剑神 第3914章 抢占先机 只见在剑道种子周围 强大的力量聚集之下 挤压的这片虚空 都仿佛要完全冻结 仿佛化作一块坚硬无比的钢铁 坚不可摧 因为这些力量 都不具备破坏性的性质 最大功能是禁锢 镇压 封印世间的一切物质 顿时 就见在剑道种子周围 整片虚空都散发出 五彩斑斓的光芒 各种神通秘数交织 那所形成的光芒之强 甚至都要盖过剑道种子了 有先尊敬老祖接近了这里 伸出手掌 想要去捕获剑道种子 然而却被剑道 种子周围汇集的各种镇压 风镜之力 给硬生生地阻挡了下来 不能前进分毫 紧接着 余下的先尊 也是纷纷抵达剑道种子跟前 手掌兼能量沸腾 带着滔天之威 强行突破了各种镇压 与风镜之力 尽管剑道种子周围 汇集的各种风镜之力 十分惊人 但也架不住人多 一只指带着惊人力量的手掌 纷纷以快弱闪电般的速度 朝着剑道种子抓去 滚开 随着一声怒喝响起 看上去略有些狼狈的玄灵上人 周身弥漫出滔天怒艳 先尊近四重天的威压震动八方 他挥手间 便将两名先尊击退 同样以最快的速度 抓向剑道种子 此刻 剑道种子周围汇集的先尊 最弱都是二重天之境 那些修为处于一重天的先尊 甚至都没有能力挤进去 然而 就在众人的手掌 即将擒住剑道种子时 剑道种子 却一下子突兀地消失在 所有人的视线中 让所有先尊都扑了个空 不好 让他给逃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 见到种子每一次逃走 范围都不会超过万里 找 大家分散找 一群先尊一哄而散 各自选择一个方位 便飞掠而去 摩天界内 它们的神识和感知 都受到了极大限制 别说是万里范围 哪怕只是千里距离 都超过它们的探查范围 朝这个方向搜寻十万里 若是没有发现 见到种子的踪迹 那就原路返回 许多先尊 纷纷都抱着这样的念头 它们的速度很快 每一步跨出 都是两百里以上 十万里距离 对它们来说不算什么 另一边 剑尘也在全速赶路 朝着剑道 种子下坠的方向 飞掠而去 等我赶过去的时候 剑道种子 早已不在原地了 剑尘心中轻叹 剑道种子下坠的区域 恰好与它相反 它要想抵达那个位置 几乎要从山顶的这一面 翻到另一面去 等于是围着摩天界 山顶区域绕了一半 就在这时 正在飞速赶过去的剑尘 目光猛的一宁 只见在前方 有一股强烈的剑翼 突然弥漫开来 还不等剑尘有所反应时 就见一团赤目的光芒 就宛如是化作一道闪电 一瞬间 便从它的身旁掠过 消失在远方 那浓浓的灵雾中 这次一定不能让它逃掉 快跟上 绝不能追丢了 否则就失去了先机 紧接着 一阵嘈杂的声音 由远而近的飞速传来 剑尘刚刚停下 就见一名名先尊 以极快的速度 从他身旁掠过 尽管所有先尊 都发现了他的存在 但已经没人顾得了他了 全部都在追捕剑道种子 就连之前在搜寻剑尘的过程中 那些接二连三消失的 先尊敬老祖 也再没有人去关心 哪怕是有人心中 冒出了这样的念头 也都为了争夺剑道种子 而强行压下 刚刚那是剑道种子 剑尘眼睛一亮 没有丝毫迟疑 立即改变方向追了过去 虽说在这里面 剑尘的境界很低 但是他的速度却很快 他先是施展摩天剑尊传授的秘法 以灵气为眼 来观察方圆数千里的路线 而后再以空间法则赶路 那速度之快 已经远远超过了这里面的先尊 毕竟神识受到压制之后 先尊的速度 根本无法完全施展出来 不然 在这蜿蜒曲折的山路上 很容易碰撞 剑尘则不一样 他以灵气为眼 感知范围是这些先尊的数十倍 能领先于这里的所有人 提前探明前方的环境与路况 咦 杨宇天 你竟然还敢去追逐见到种子 这颗见到种子 连我们这么多先尊 都不一定能夺到 你区区先帝境也想染指 他竟然还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此子擅长空间法则 速度竟然比我们这些先尊都还要快 他的空间法则似乎有些特殊 老夫这一生中 见过的掌握空间法则的先帝有不少 但是从来没有人对空间法则的运用 能达到他这般地步 建成没有理会那些先尊 他大大咧咧地出现在所有人视线中 正一路施展空间法则追逐 将一名名先尊都甩在了身后 这还是他刻意放缓速度的结果 不然他还能更快 万无尽止 就在这时 一名先尊静三重天的强者 恰好与迎面来的见到种子相遇 他反应十分迅速 随着一声大喝 方圆树林内的时间 瞬间陷入了停滞 这名先尊静三重天 掌握时间法则 他以时间神通之术 冻结虚空 禁锢见到种子 见到种子的速度 顿时为之一缓 下一刻 追得最近的几名先尊 纷纷出手 修为真至四重天的玄灵上人 赫然在其中 各种神通禁锢之术 纷纷施加在见到种子身上 哪怕是见到种子 无视这些禁锢 但层层叠叠的力量 也依旧对他构成了一些影响 面对一群如狼似虎的先尊 他哪怕只是出现一刹那间的停顿 都足以让他陷入险境 顿时 见到种子 再一次被众多先尊给包围了 走投无路之下 见到种子 再次以挪移之术消失不见 逃出了所有先尊的感知范围 又逃了 大家分散找 他每一次挪移 都会损耗不少力量 他逃不了几次 众多先尊再一次分散搜寻 唯有剑尘一人 还停留在原来的地方 剑尘没有急着离去 而是闭上了眼睛 无任何保留 第一步踏出时 其身影如顺一般 直接出现在八百里外的一处绝壁面前 然后调转方向 踏出第二步 第二步 他跨越了三百里 出现在一个十字路口跟前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下面的那条路 在向前跋涉了近千里之后 又出现了一个三叉路 之后 剑尘这一路上 遇见了数个叉道口 最多的时候 足足有七条路径可选 若是不知道准确方位 很容易走错方向 一旦走错 那就只能原路倒回 在重重限制之下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这一次 剑尘是第一个寻到剑道种子的人 望着漂浮在前方数十里外的剑道种子 剑尘没有轻举妄动 五个呼吸内 没有人能抵达此地 应该想想 如何才能阻止他逃走 剑尘脑子飞速转动 更是将千魂摩尊 从太初神殿内叫了出来 摩天剑尊留下的剑道种子 本尊也曾听说过 似乎很不好抓呀 望着漂浮在前方数十里外的剑道种子 千魂摩尊也有些犯难 我们时间不多 全力出手擒获他吧 短暂地思考后 剑尘和千魂摩尊同时出手了 千魂摩尊爆发出 仙尊敬四重天的浩瀚威压 化作一团黑色魔云 禁锢这片虚空 将方圆百里范围 都纳入自己的领域之中 剑尘则是以空间法则干扰虚空 瞬间布下了一层又一层的空间屏障 再剑道种子周围 眼看天罗帝王已经形成 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掌 带着空间法则之力 抓向剑道种子 参考虚空间法则质